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的右面在流动的有变化 但是变化也不一样 雍正乾隆时期还能保持一种交织在一起非常热烈的变化 烈到晚变化不多了 八字解读人生 风水改变命运 大家好 居士 从业风水26年 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都获得了巨大成功 针对八字测算 风水布局 命力分析 事业财运 首相面相 感情婚姻 有独到专严见解 如果你的财运不价 情感不顺 诸事烦心 原主可添加 本局是微信26682135 一一帮你调节化解 记住微信26682135 练 性女儿 方胡 应该是对的 这个平衡能值多钱呢 2013年的4月24号 跟他一模一样的一件 拍了25万3人民币 可以买一套房子叫你朋友记儿子结婚了 也带不来看 还是请咱们 人家看了 这顿照相 它的这个开脸 很喜庆皆想 头上像个宝塔 左边的肩上有一个宝坪 宝塔 宝坪 这个是弥勒佛的这条方式 这个呢 藏常佛教形式的 很照相 它的这个五官 非常匀寸 有一种妙相华贵的 这种菩萨的这种 感觉 它做的很生动 鹰络 这个莲珠纹 还有这个莲花座 都精雕细刻 一丝不够 一般下面眼帘呢 它要包于福利 这个乾隆 北京工艺的 是一个重要的特产 因此综合分析 这件东西 是乾隆时期的 一个观照的 菩萨装的米勒佛照相 是一件真品 谢谢 谢谢 而且呢 所以我从先生这样一讲呢 你看我们一般说米勒佛 都觉得比我还要胖 是一个那种男人的形象 米勒佛嘛 但你看这个米勒佛 起码乾隆时期的米勒佛 藏传佛教导是这样的 2008年的时候啊 北京汉海 拍过一尊 33公分高的 明代的米勒佛照相 拍了280万 这尊东西呢 它因为是观照的 所以它的这个等级 路份比较高 价格上肯定要高 还有 470万 我们 呢 我们 我们 很厉害 我们 我们 我们